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我們來舊社公園抓鬼屍 因為我現在任務已經解到了 第五章了 這邊要抓十隻幽靈屬性 跟這隻百變怪 最麻煩的 然後 現在 這個台中的舊社公園 是一個鬼屍的巢穴 那就 來農一下 鬼屍 接鬼屍的任務 不是農 我已經在萬聖節農超多他的糖果 然後還有順便來抓百變怪 今天氣還不錯 所以我希望可以抓到 顧童妞也有機會可以變百變怪 哎呀 如果第一次是百變怪 我就把手機吃了 啊沒有 完了,我現在在口出狂言 好啦,先抓一會兒 等一下再看看任務吧 再看看任務吧 好 現在我走完一圈 現在這隻是第十隻的鬼屍啦 好 剛剛抓一圈 還是沒有遇到百變怪 只有很多的鬼屍 好,我們十隻 永遠的任務解完了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 百變怪 最難抓了 好,繼續走吧 繼續走吧 啊 剛剛在後面那邊,好可惜 有一隻 有一隻 有一隻波波波 他是百變怪 然後 沒有抓到 因為我剛剛在那邊拍衝水 然後因為那隻是櫻花的 所以只有吃三分鐘 唉 啊 殘念啊 啊,好可惜喔 剛剛那隻波波波 就在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 啊 啊,我回死了我 好不容易耶 啊,只能繼續走了 剛剛我拍了幾張不錯的松鼠 結果人家知道百變怪 天啊 啊 我說奇怪怎麼那麼多人聚集在那邊 往那邊走 結果是百變怪 啊 沒有緣分 跑掉了 不是跑掉了 是根本就沒有抓到 好可惜喔 氣死我了 好,只能繼續抓 繼續走吧 沒想到在這邊可以遇到一隻 又要壞 好可惜 其實野生的 OK,開桌了 然後,我剛剛又出過了第二隻 蠻變怪 我已經出過兩隻了 不知道附近哪裡還有人潮 往人潮走就對了 耶 撞到冥王花了 還是只能繼續走啦 好遠喔 走 耶 你們看我現在盡量 那要3% 然後正常準備放棄的時候 我有沒有要打電話來 然後 就邊聊天邊走 打算想說 抓到沒電就算了 結果抓到3%的時候 然後 隨機點了一隻尾力 然後他就變成了 尾力 沒有啦 變成百變怪耶 耶 所以 今天 任務達成 我現在先來解一下任務 YES 連天也調查了都好了 你去獎勵 接下來就可以直接到第六章 喔天啊 你還跟女朋友講話會有運氣加成嗎 哇 終於 現在來到第六章 好 讓一隻 鯉魚王進化參加市場團戰 讓鯉魚王進化 進化的話 應該是 OK吧 隨便一隻 反正我彈夠夠 好 好 現在 回到 Okemo go裡面來 好 好 那麼 對 我們剛剛已經做完了 百變怪 現在要來進化一隻 鯉魚王 然後來解第六章的 任務 還好之前因為 一直抓不到色尾 所以 鯉魚王糖果很多 累積到一千多顆吧 總之中 我又馬上把它進化了 耶 這樣就不用再特地去農 暴鯉龍啦 耶 好 接下來是市場團戰 我只要找一隻鯉魚王 一直刷到失敗 就可以了 OK 然後 各位 經過這個例子 有沒有 常 在那個 影片下方說 抓不到 抓不到那個 色尾啦 就是要像這樣子 再一場 對不對 就算 就是 盡量在抓啦 一直抓一直抓 搞不好下一場就是了 搞不好 不要放棄 不要放棄 好 好 那我們今天這集Pokemon Go 也從他這邊解釋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就想要不要更喜歡 如果想看更多 Pokemon Go的影片的話 也別忘了訂閱我喔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拜拜